香港目前正在进行核酸的检测工作 但是采样力量不足 导致很多市民常先等待 另外也影响了核酸检测的效率 为此香港提出需要内地征派一些核酸采样人员 为此我们在广东省的五家医院 选择了作风过硬 技术能力强 而且会从粤语交流的这样的110名采样人员 稻稿协助工作 现在第一批我们派专家主要是和香港同航座交流 交流有关救治方面的一些经验和做法 主要解决这个技术方案问题 外人可能会完全解决人类不足问题 但是他们只是个先遣队 后续会根据香港的需求 和它整个的核酸检测工作安排 我们在针对性地做出一些增派人员这样的考虑和安排 这次我们是广东省受国家委托 派出了114个专家 主要是负责核酸采责的 我们到了香港之后 开阵工作主要是希望能够通过我们广东医疗队的努力 为香港的抗疫提供自己的努力 作为一份贡献 我们医院派出的热杀一名护士 其中有之前来过香港抗疫的 有很多队员是有过去武汉抗疫的经历的 所以我们这次派出的队伍绝对是非常强大的阵营 我们很有信心可以圆满地完成这次的任务 上一次的情况可能没有那么严重 上一次都是跟随国家队一起过来香港这边助力的 支持全民的检测 都在国家中央的帮手下就很快地顺利地完成 希望这次也是一样 我们派出队伍的时候是结合了就是我们过去的两年抗疫的这个经验 无论是从临床经验还是从学历 还是从我们的这个就是语言方面 相当于是英语跟粤语 我们都能够正常地跟病人来进行沟通 或者是跟我们的这个核酸的采样的人员来进行沟通的 这样过来我们都是做好准备的 就是无论是困难也好 还是我们认为是挑战也好 都是因为大家无论在哪都是在做工作 我们的目的就是过来把这个工作做好 把这个香港的就是核酸的检测的工作做好 国家有这么强烈的支撑 然后的话香港有这么好的一个相对是国家在支撑 无论是从广东省还是全国都在 从各个方面来支持香港人 我觉得我们香港的同胞一定能够扛过去 一定能够战胜这个疫情 我们是来自广东省中医院的广东队员 我们今次来同达来帮助香港来一起打赢这场成果 香港加油 我们一起加油 我们在全国精选了四位重症专家 这四位重症专家都有多年的重症的救治的经验 在患者重症救治特别是加强患者管理 减少患者可能重症方面有很深的经验 他们到香港之后会和香港同行一起对香港的患者进行分析 提出有关意见和建议供香港同行来参考 来提高患者治愈率减少病房率